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讲了一百个故事了呢 谢谢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的支持 希望阿游叔叔可以继续说不同的故事给大家听 那阿游叔叔也会有全新的计划哦 之后会跟大家再做介绍 哎哟 第一百集要说的故事是 万事堡研究所的宠物狗走失篇 万事堡研究所专门研究在生活中的各种风险 事事都要留心预防意外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案子都接哦 在帮大家解决烦恼的同时 也要阻止各种危险的发生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故事 特别邀请了 万事堡研究所的所长 宝哥来替我们一起说故事 我们请宝哥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宝哥 我是研究所的所长 特别精通各类型的风险哦 所以逻辑和推理能力非常的棒 我特别会运用自己的知识 来协助委托人解决问题 而且还能预防意外事情的发生哦 只要有我在 就能够保大家万无一失 所以啊 大家也叫我万事堡博士哦 好 那就让我们来听今天的故事吧 有一天 有一天 宝哥在路上散步的时候 遇见了一边走一边哭得很难过的乐乐 怎么办 原来乐乐带着最近领养的小狗 叫做小花 出门帮妈妈买橘子的时候 因为手上的东西太多了 加上啊 小花一向很乖巧 所以乐乐呢 就没有使用牵绳牵住小花 没想到 因为路边的汽车 突然响起了喇叭声 小花被吓得到处乱跑 不管乐乐怎么呼喊小花的名字 小花都好像没听到一样 头也不回地跑走了 乐乐 虽然小花平时很乖巧 但是小狗其实很容易被突发的声音 或事件吓到而四处乱跑 没有好好使用牵绳 对小狗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 宝哥一边担心着走失的小花 一边看着难过的乐乐 继续说 现在啊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赶快找回小花 找小狗的事情 包在我身上 保你万无一失哦 我们一起出发吧 宝哥和乐乐 准备要出发 寻找小花了 同时呢 宝哥也建议乐乐啊 印制鞋询单 在找小花的过程中 可以请店家帮忙 张贴鞋询单 好让遇到小花的好心人 也能够透过上面的资讯 来帮忙找小花哦 不过呢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想想看 鞋询单上面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资讯呢 比如说 小花的性别 小花的毛色和特征 小花最近的照片 还有小花爱吃的东西 小花喜欢的玩具 小花的新作 小花的新作 那 她的晶片号码 觉得需不需要呢 还有 乐乐家里的电话 和地址 是不是也一定要印上去呢 嗯 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要印什么资讯 在协讯单上面 那为了让好心人士呢 可以透过鞋询单的资讯 快速地记住小花的特征 所以 宝哥和乐乐 就一起完成了 小花的鞋询单哦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完成的鞋询单 鞋询小花 姓名 小花 品种 是科鸡犬 那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个 走失的时候 带着蓝色的项圈 第二个 毛色是白色的 而且 有咖啡色的斑点 屁股上啊 有一个 米奇图案的 咖啡色斑点 还有哦 尾巴是圆形的 那刚刚 说到的 小花的晶片号码 还有 走失的日期 和地点 哦 这个很重要哦 走失的地点是在 甜蜜蜜水果店的门口 那联络的人 叫做 傅乐乐 还有 乐乐的联络电话 和联络的 信箱 那为了找到小花 宝哥和乐乐 决定 回到当初 小花走失的水果店 一起 找寻 线索 宝哥和乐乐 站在路口 等待过马路 前往水果店的时候 因为 因为乐乐站得太靠近马路了 差一点啊 被正在转弯的公车撞上 还好 宝哥 及时把乐乐往后拉 这才没有发生意外 宝哥 对乐乐说 在等待过马路的时候 要记得 站在人行道的内侧 而且啊 和马路 要保持 至少 三大步的距离 这样 才不会被 转弯的车辆 撞到哦 小朋友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在人行道上面 或者是要过马路的时候 如果你站在太靠近马路的话呢 车子会有视野的死角 在转弯的时候啊 后轮会向内靠 车子越大 向内靠的幅度也会越大 这个叫做内轮差 所以 像宝哥说的 大家要注意 保护自己 要站在人行道里面 然后 就算绿灯了 也不要急着过马路 记得先看看左边 看看右边 确认 车子都已经停下来了 再过马路哦 宝哥和乐乐啊 安全地过马路之后 抵达了水果店 乐乐回想啊 每次经过水果店的时候 水果店叔叔都会拿出客人不喜欢的丑苹果 送给小花吃 所以 乐乐欣赏 嗯 小花一定很喜欢 小花一定很喜欢叔叔 想着想着 乐乐又有点难过了 不过 还是赶快 打起精神 向水果店叔叔 询问 小花的行踪 希望可以赶快 带小花回家 叔叔叔 请问 你有看到 小花吗 水果店叔叔说 哦 我想想哦 啊 我认得 这个 米奇图案 这只小狗啊 刚刚是往那个方向 跑走了 乐乐 看着水果店叔叔指的方向说 往那个方向的话 嗯 有可能是小花最喜欢的狗骨头公园 同时 水果店叔叔也答应帮忙张贴小花的鞋巡单 希望能帮乐乐 早点找回心爱的伙伴 宝哥和乐乐 顺着水果店叔叔的指引 准备穿越小巷 前往狗骨头公园 乐乐快步向前走 没有停留的 就准备绕过小巷子里暂停的一台汽车 宝哥赶紧拉住乐乐 这时候 一台机车 刚好行驶经过 如果宝哥刚才没有拉住乐乐 那么乐乐 可能就会被机车撞上了 宝哥提醒乐乐 说 乐乐 你刚才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哦 巷子的空间很小 如果你突然出现在马路上 车辆啊 可能会因为不容易闪避 而迎头撞上哦 所以 一定要先停下来 确认没有车 才能够继续行走哦 小朋友 你们走在小巷子里 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要靠边边 靠边走最安全 不要走在马路的正中间 避免挡到往来的车辆 而且也可以减少被撞到的风险 第二个 要停 看 走 因为啊 巷子很小啊 往来的车辆啊 没有闪避的空间 所以 路上 如果被物品 被车辆挡住 去路的时候 记得你要先停下来 靠边站 确定 来向是不是 有车子 如果有的话 让车子先通过 你再继续往前走 第三个 东西要摆在内侧 如果你的手上 有拿东西 走在路上的时候呢 记得要用内侧的那只手 或者是呢 把背包 背在内侧 才不会被经过的车辆 勾住东西 而发生危险哦 第四个 要前后排队走 请小朋友啊 和同心的伙伴 不要并排走哦 要一前以后的 维持直线排队走 这样啊 才可以保持 大家的安全 只要你遵守上面 四个规则 就可以很安全的通过 小巷子咯 哇 宝哥和乐乐 终于安全的抵达 狗骨头公园了 乐乐平常都会带小花 到这里 跟朋友玩耍 和尽情的奔跑 宝哥和乐乐 希望可以在这里 找到小花 不过公园里 现在有好多的小狗哦 请小朋友们 根据乐乐给的指示 帮忙找找 小花 是不是在狗骨头公园里呢 还记得 小花的特征吗 它是一只科技犬 而且走失的时候 带着蓝色的项圈 毛色呢 是白色 而且有咖啡色的斑点 屁股上啊 还有一个米奇图案的 咖啡色斑点 然后尾巴 是圆形的 我们一起来找看看呢 有没有找到啊 它就坐在桌子的旁边 太好了 小花真的在狗骨头公园 不过 它好像很紧张 都不认得我了 乐乐 别担心 跟着我 一步一步做 怎么样 友善的靠近小狗呢 第一步 可以绕半圈 慢慢的靠近小狗 降低小狗的威胁感 第二步 你可以 侧身的蹲下 缓缓的伸出手 手掌向下 让小狗呢 显闻闻我们身上的味道 第三步 眼神啊 不要直接看着小狗哦 就像不会有陌生人 一直盯着你看 你先用余光 看小狗 记得眼神啊 要柔和哦 第四个 音量 要放小 慢慢的 轻声的说 不可以大声吼叫 第五步啊 不要直接的摸小狗的头 同时呢 也要观察 小狗的肢体语言 如果 小狗出现了舔舌头啊 撇头啊 打哈欠的焦虑 紧张的感觉 你就要马上停下来动作哦 在宝哥的引导之下 乐乐慢慢接近了小花 小花也终于认出了乐乐是他的主人 主动扑向乐乐的怀抱 宝哥趁这个时候 帮小花系上了千绳 把千绳交到了乐乐的手上 宝哥语重心长的对乐乐说 不管小花多乖 爱他就要好好牵着千绳 这才是真正保护他的方法哦 乐乐开心的对宝哥说 谢谢宝哥 一路陪伴并适时地提醒我 让我能够安全地找到小花 以后 我会紧紧牵好千绳 不让小花 离开我的身边了 谢谢你 太好了 在宝哥的帮忙之下 乐乐和小花 万无一时地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小朋友 你现在知道 如果要遛狗 要注意些什么事情了吗 要注意地面的温度 如果说天气很热的时候 主人可以用手背 贴在地上五秒钟 如果自己都觉得烫到受不了了 就不要带你们家的小狗出门散步咯 要选择其他比较凉的时间 再来 很热的时候运动啊 小狗容易中暑哦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 清晨或者是傍晚 再带小狗出门散步 再来 就是要补充水分 散步的途中 休息啊 和适时的补充水分很重要 才不会避免小狗中暑 或者是产生脱水的情形 那最后呢 就是要记得 细狗神 还有 要帮小狗 施打狂犬病的疫苗 有细狗神啊 小狗才不会乱跑 才不会像小花一样被吓到 就跑丢了 再来是 狂犬病疫苗很重要哦 有打狂犬病疫苗啊 会有一个证明的锦牌 挂在脖子上 这样子 如果狗狗猫猫不小心走失的时候 可以帮助他们很快速的找到主人哦 谢谢万事宝研究所的宝哥博士 又顺利地解决了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荣幸 小朋友 听完故事 你有没有发现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呢 爸爸妈妈是不是常常跟你们说 要小心什么事情 要注意什么事情 这就是因为啊 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风险 所以故事中有提到的 要注意的事情 小朋友要记住哦 之后啊 如果还有其他的生活风险 希望阿尤叔叔跟宝哥 能够继续的跟大家介绍哦 那我们就说到这边 我们期待下次的故事吧 拜拜